大家好,快哉人生 先跟大家說一聲 新姐跟我一樣是普通小市民 但她真的很快哉 說話很直白,我很欣賞新姐 所以大家互相尊重很多情況 我們也有資料搜集 有時候親身經歷和大家所理解的 有些不同的地方 但這個不要緊,大家開心就可以了 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一個話題 同性什麼問題 大家好,我希望大家喜歡聽我的笑聲 快哉人生,我希望藉著我的聲音 或者我說的聲音,你們都會聽得開心 開心 因為人生苦短,要珍惜每一天 所以我們的思維又好做什麼都好 每一天都要開開心心地過 因為今天又不知道明天是 所以我們開開心心地過一天 我們每一天都感恩的 應該 今天大衛sir想講一下 同性什麼彩虹那些 我首先想講一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被人騎劫了 那些顏色,我都不是很滿意 因為我有一次我穿彩色衣服 因為我其實有很多彩色衣服 因為越老你的衣服就喜歡花花的 我喜歡穿黑的 那我穿那些彩色衣服的時候 我兒子就跟我說 他媽媽你為什麼穿彩色 彩色是人家那些彩虹運動 哇,現在彩色都被人拿了 那我穿什麼 因為黑色又說不行 等一下黃口罩又說不行 我自己其實我又有黃口罩 又有很多黑色衣服 我們為什麼要被人騎劫顏色的 為什麼這些東西是他們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穿的 我們不要被人騎劫這些東西 我們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 喜歡做什麼就穿什麼 這個顏色都被人騎劫了 我覺得我們很可憐 同意,同意,同意 是啊,為什麼我穿彩色衣服 你都要說 這個是彩虹運動才可以穿 別人以為你是什麼 我管得他以為我是什麼 我喜歡彩色 彩色是代表彩色人生 很開心的 為什麼又被人拿了 那我穿什麼 我以後沒有東西穿的了 我不用穿衣服的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說同性戀這些東西 其實自古以今 到現在以前古代 我們有龍陽之癖 都有這些東西的 那不是說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呢 現代我都認識這些 不少這些人的 但是在新加坡 就剛剛 應該去年還是什麼時候呢 政府就改了 同性性行為 就沒有犯法 以前就是犯法的 但是呢 同性婚姻呢 就都沒有推廣的 就是沒有這些東西 同性婚姻都沒有合法化的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呢 就是你們要同性這些 沒有搞到人呢 我們也都不會理的 但是我就 自己的觀感呢 或者我守舊啦 我不知道 我覺得不應該推廣的 就是好像葉劉說 要這個彩虹運動 用政府的錢去推廣他們 我就覺得不應該 因為對下一代呢 很有影響的 就是其實 人那個性取向 又或者是拍拖這些 是很自然的 但是呢 會轉的 你教一下他會轉的 你看一下張國榮哥哥 嗯嗯 哥哥 哥哥以前呢 他是追女孩子的 嗯 沒錯 但是後來他又會變 或者他真的被女人騙了 或者他的觀點 他會變了 為什麼會變我們 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的大人呢 或者社會上呢 你推廣得這個 這個東西 覺得太過普遍啊 沒有東西這樣 很多小朋友都會變的 因為就算他 這些是會變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不應該推廣 大衛Sir 對不對 我和你的看法一樣 不是我們之間有任何的感覺 我覺得 大家互相尊重 開開心心 這是最好的 嗯 我不會覺得你對還是錯 只不過是一個個人的喜好 既然是個人喜好 和你自己的取向怎麼樣 我們會尊重的 我舉個例子 你在一班回教徒面前 去吃豬肉 這個是極之不禮貌的一件事 對不對 除非他自己來來的地方那裏 你不要在我的地方裏面 宣揚這件事 你覺得你沒問題的 我看到有很多藝人 其實就已經出來 例如台灣買些什麼姓貴的那些 又硬來的那些 對於這班人士來說 我就覺得你極度不尊重我 我尊重你沒問題 你要怎樣做法 是你自己的事 我不會拒絕你 如果打開門做生意 你喜歡來就來 對不對 我以前去英國的時候 我也有朋友的朋友 是變了性的 我也認識這些人 他們這些人都很好人 很好人的 很好禮貌 很好人的 因為他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就不接受這件事 所以他們又飛去英國做變性手術 是由女變男的 女變男你不知道怎樣變 我又不方便在這裏說 我大概有聽過一下 稍微有聽過一下 就不是太多 我又去過一個 他已經嫁給一個外國人 嫁給一個外國人 他是男人 他又開了一間廢屋 全個廢屋都是這些人 其實他們的行動 還比女人的 你知道嗎 他們的蘭花手 說話 這樣搶過來 這樣搶過來 那些 他們是女人的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呢 其實他們很怕 人不知道他是這件事 所以他就會做出很多這些行動 很女人 那些 很有趣的 我又覺得他沒有煩到我 我們去剪頭髮的 他們的人 很多都有好才能的 你看一下香港的娛樂圈 很多都有這些人 但是他們很有才能的 很有天才的 是 沒錯 天分很高 但是現在慢慢慢慢 他們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收人錢 還是什麼 總之他們要搞一些東西出來 就要全世界認同他 這樣 其實你不能逼人去認同你的 這些東西我們傳統上 我們好像人家的小孩 長大很正常的 那你又要人家全世界認同你 那又很難的 這些東西 對 沒錯 絕對同意 所以 有很多事情 我們沒有強行來 你不要強行逼我去接受你 我也都不會強行你去接受我 那我在這裡 我也認識一些 就已經變成了 成的 變成的 他又男變女 他又已經有一個 身份證已經變成了 那 我們都是 他叫我們稱呼他 什麼 你以為我又不知道 他是變成了 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很尊重他 就好像 你說什麼小姐 我就叫你什麼小姐 沒所謂的 總之你不要搞到好像又要出來示威 好像何小姐 香港的何小姐 搞到這樣的情況出來 對 沒錯 你知道誰是何小姐 尹斯 知道 很多人知道 哈哈 以前我女兒很喜歡她 後來又變了 原來她是這樣的 又不喜歡 我不知道 小女兒是有變很多這些事情 這個是的 因為畢竟是梅艷芳徒弟 那時候說得挺有才華 無奈地 你要認賊作婦 很難搞 看到我都不想繼續 OK 好 我又很欣賞Santino說的 因為Santino畢竟 怎麼都是一個叫做 行為心理學的博士 所以他也知道很多外國的事情 他都自己說的 外國都有人找他 去做一些反政府的事情 但是他不愛做的 他有說的 所以他也有說 彩虹運動其實是什麼 彩虹運動其實都是外國 想在其他國家那裡 去滲透之後 讓你們這些國家的人 越來越生得小孩子 的時候 你這些運動 你推廣了誰生孩子 對 比如你 有一半人是這樣的時候 你誰生孩子 怎麼搞 所以他這些都是一些 推廣去令你們國家弱的 所以這些就不要被人欺騙 不要以為 自由 我們要被人這樣的 我們要推廣一下他 我們這些不可以這樣 抹殺人家小族的 你們太自私了 其實不是的 因為有很多這些 那些阿成之奴講的細節 是真的不可以接受的 一滲透了下來 整個國家不行的 當你看得多 你就自然會覺得 咦 是啊 你每個人都有判斷能力的 你看到的時候 別人這樣玩你 其實就是 告訴你 你現在 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要你走東就走東 走西就走西 因為文化這件事情 是真的有些 扎根的那種感覺在 如果你在文化推動上高 你覺得這些是很煙 很潮 很型 就是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說法 大家知道的了 刑朝煙 是不是 現在又不知道什麼 現在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對年輕人的世界 我真的了解得現在相對比較少 我也不知道他們 總之 如果你想想 如果那些小孩 你小時候 一個男孩 你馬上給他一條裙子穿 給他那些女孩去玩 給他那些公仔去玩 他都會變的 是啊 他都會變那些型的 所以這個是 小時候 你不可以讓他知道 社會上 我們現在要有這些運動 你看多有趣 這個男人有鬍鬚 帶著胸圍 多好玩 這樣 那是不行的 真的接受不到 是吧 我們大人就知道 他們小孩不知道的 對 沒錯 美國還害怕到 搞到不可以 你不可以叫我男人 不可以叫我女人 男女次我都可以進去的 有沒有搞錯 男女次你都可以進去 那怎麼搞 你又什麼身份 他又不知道什麼身份 現在總之很多 那些叫做 有些英文字母 我不懂 這個 總之你又不可以叫他 又不可以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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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麼鬼 你不是搞到世界大亂嗎 是吧 你這樣搞法 就是把你的世界 我有認知錯誤 你這樣生了那些小孩 到底你是我爸爸還是媽媽 我又不懂 我又不知道叫你什麼好 男女廁所又可以進去 你唱歌仔嗎 男女廁所都可以進去 你有首歌仔 是嗎 很鬼 現在好像 他想把世界搞到亂了 這個是我們東方人 不會接受的 你把那些性別搞到 亂七八糟 我又不是男 我又不是女 我男女廁所又可以進去 我喜歡那個時候 我又跟我說 我自己是女人來的 所以我入女廁 但是我入到女廁 見到女人 我又當作自己是男人 我又覺得 如果我們這些是 娘家婦女來的 我們需要的是 平靜的生活 你經常搞這麼多這些做什麼 是嗎 他搞是有他自己的目標的 他最想讓 全世界 我最強 你們所有人都最弱 那這些事情 好像你們做政府的官員 你們都看到的 你們不是沒有看到的 你們看到很多東西去分析 去保護人民的 為什麼你要推廣呢 何君堯說反對 又沒有人採 那個立法局又搞什麼 我不知道 現在究竟反對了沒有 何君堯反對的時候 究竟現在反對了沒有 是的 這樣可能他真的是走的 所以這些事情 唉 不知道怎麼說 女人呢 女人有女強人 這個世界 我不是性別歧視 我當然是希望有女權的 我們做女人 好像是清朝 民初 我們已經被迫害 那些 我們什麼都是 女人很低微 我當然喜歡有女權 但是你看 真的做政治的 高官的政治人物 好領導人物呢 我個人覺得 不是很適合女人做的 我個人覺得 因為女人 有母性 母性 有時候她感情行先的 你看香港有很多個女官員 她們做事都是 感情行先的 那我又不是說 男人全部很厲害的 但是 我如果比較 我覺得女人 你 你看看林鄭 她都是因為 沒有性行先 所以她說 要搞那個逃犯條例 那她都是 好心的 本來 但是 你看看她們 有幾個 這樣在觀眾面前 經常都在那裡 哭苦哭 不是觀眾 是人民 在人民面前 她哭 但是林鄭哭的位置 是錯了的 我覺得她的位置錯了 為什麼呢 她 香港電台訪問她的時候 她說她的家人犧牲 所以她哭了 但是你看看 李光耀那個哭 又不同的 李光耀那個哭 她連年 我們國慶 電視都有播出來 她的哭 我們人民是覺得 真是 哇 你這個眼淚 真是為全新加坡人哭的 香港的市民被人打到 在斯巴蘭的時候 你有沒有哭過一滴眼淚 沒有 但是 但是 你的兒子 因為為你犧牲 你犧牲什麼都沒有犧牲 犧牲沒有見她的時間 有什麼犧牲 但是她就會 在那裡哭苦哭忽 然後又看到那些 陳肇始還是不知道是誰 也是官員來的 又在那裡哭的 女官員來的 他們很喜歡哭的 有一個哭了很多次的 那你怎麼做事 你喜歡就哭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 有一點點不覺得 有些很高官啊 那些 不是太適合女人做的 有時候女人做得不夠果斷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些東西出來 好像現在你 你樓樓那樣 又說很強啊 這些女強人來的 那你又接受這個彩虹的 我又不明白 它是為了收益 真的收了很多錢嗎 你收了很多錢 然後怎麼再去 推翻你的弟弟去認知這件事呢 收益是藉口 我自己覺得 那女性的領導人呢 其實都有很多的 那譬如好像德國的默克爾 其實都是女性來的 那她就把德國自己的很好啊 女性有她自己的專長的 有很多都可以做到很好的 不過可能她們真的 她們真的 說真的都要犧牲很多東西 女人怎麼都是 就是都是有頭家 她怎麼都是要顧頭家 就是她 她完全不可以說 不理會頭家的嘛 就是怎樣都 男人就說 哎呀 我背後有個女人搞著頭家 我就可以全身出來 做顧著我的職業 但是女人 你女人就是女人 你兒子那些就是要看的嘛 你一看少些 她就在那裡哭的了 就是說 我兒子很少 我老公 就是犧牲很大 就是有這件事出來 就是你要做到 好沒有後顧之憂 除非 對 就是 我就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做什麼都好 一定是要專心 你才會做得好的 你做什麼都要專心 你不可以百足這麼多找 我現在有百多樣東西 我每樣都可以搞得好 我殺了我的頭 我都不相信的 是吧 就是你一定是專心 你做一件事 那你那件事才會專心 才會好的 所以如果你分身少少 那你又會做得一般的 所以要很強 那你說 哪個是不是很強 我不敢說 就是她表面強而已 其實有個佳拉 有一把尺在那裡 那當你的尺 你是展示出來 你就會很清晰 因為社會 有社會上可以接受的情況 如果你要扭轉這個接受的情況 我覺得 對大家來說 都會感覺到非常不舒服 既然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迫著 我們這一班 在社會上高 就已經這麼久接受了這樣的情況 我們一向都不是一個同性的社會 為什麼要令我一定要接受你這件事呢 這件事呢 是我覺得不對的 那你說有關經濟的情況 有關經濟的問題 都是一樣的 你說葉劉說 這個可以振興經濟 這個是假的說話來的 你說你要振興經濟 很多的方式都可以振興經濟 但是你不需要用到這個環境 這個做法去令到所謂的經濟復興 很簡單 就是我們想一件事 如果你說有振興經濟 你可以透過什麼振興經濟呢 例如你賣藥物 你搞一些R的Party 甚至賣一些藥丸 那些情況 你也可以振興經濟的 但是你令到社會變成怎樣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好像扭曲了一些價值觀 去要求其他人去接受 這一點呢 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情況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葉劉也提到這一點 我也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你帶錯了方向 你說這個可以振興經濟 但是其實更加多的地方可以振興經濟 你外國人來到香港 你想香港變成一個 這樣的 可能是同性之都 那些 我覺得 不能接受的 以我作為一個 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 出生在香港的中國人 我自己覺得 你是令到社會風氣變得越來越差 你在屠獨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我們香港 新加坡這些地方 全部 中國人很多 中國人 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 但是其實外國也是 一個好的家庭 當然是爸爸媽媽 小弟哥 一個正常的家庭 不要說好 一個正常的家庭 你現在搞這些 這樣的時候 你對那些 下一代他們的認知 很混亂的 很混亂的 就是不知道怎樣的 除非就是說 這個媽媽又走了 然後又沒有媽媽 或者是有一個好像叔叔 來幫忙 這些又不同 但是你現在這樣很亂 弄到那些小弟哥 就是你更加 你已經覺得 你沒有讀中國歷史 已經對中國文化那些 已經認識很少的了 那你還要加上這些 我們真的洋化到這樣嗎 我們真的洋化到要好像鬼佬這樣 今天結婚明天離婚這樣嗎 他們都可以這樣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跟到這樣呢 我不覺得應該是 或者我守舊 我不知道 我同意的 最重要的是 不是守舊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個人感覺 我們看到的問題 真的非常之嚴重 就不是大家去說 沒所謂 我們只是互相尊重 這個呢 暫時就看不到 就是 對方有尊重我們的情況 還有呢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有一個政治的意識 在這裡 就是影響我們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如果你有政治的意識 去影響我們的判斷呢 我就覺得 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況且剛剛過去了那件事 都沒有多久的時間 你現在這樣玩 其實對於很多的人民來說 其實是挺猶身的 而且你也會陪養另一班人 為他們添一些新兵下去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潛藏的人 為了爭取自己的所謂的權益 其實你本來在這個社會上 你也不會去有其他人 去對你 可能有些人對你不滿 但是基本上 你 人權 各方面 都是會有的 但是 你有些事情 本身是 你要尊重其他人 所以你要這樣做 你要尊重其他人 所以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 令到你對我有一些 負面的影響 那麼 我們的決定 我們的想法 你就覺得 我們要遷就你 這一點 我除了覺得問題很大之外 還有 讓我們整個安全 帶來很大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就覺得 安全風險是什麼呢 例如什麼安全風險呢 例如好像很簡單 你當這班人 覺得自己的權益 是要受到一個重視的話 他會有很多方面 就會去找一些 認同他的人 這班人 越職越多 其實 有一班人 譬如好像我們知道 英國駐香港的總領事 或者是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 其實他也是這類型的人 他可以借機 你這些值得栽培 我給你更多西方的思想 我不是覺得西方的思想不好 我會覺得大家 你要留意這一點的風險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民族性 我們以前也有的 不是說現在突然間有 這一點 這一點也不是很新的東西 在生物圈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見過 在其他的生物圈上 當我們面對著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去處理 和怎樣去了解這些風險呢 其實要留意的 還有如果你推廣 真的越來越多人 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會形成其他 還有很多社會問題 好像我上次聽到 就說 曾經有同性戀的人申請公屋 好像還批了的 是 沒錯 現在我不知道他的後續 是不是真的還住在那裡 就是批了他 如果你這個同性戀的人 又可以批公屋給你 說每個同性戀都去批的時候 那些正當家庭的 正常的那些 又批不了 又搞出另一個社會問題出來 是啊 沒錯 無端端的兩個男人 又可以申請公屋 兩個女人又申請公屋 那些一男一女的 又很艱難申請 那為什麼 這個又是另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次他們可以申請到 這個究竟有沒有法律的呢 你申請公屋不是有法律的嗎 你要兩夫妻啊 什麼東西啊 他現在就說 他們兩夫妻 有駐了賊的是不是這樣啊 他們 在其他國家好像是 但是你香港還沒合法化的嘛 你兩夫妻 是啊 沒錯 那你為什麼可以批到給他呢 這個又是聽到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喜歡聽香港這麼多新聞 就是香港很多事情奇怪的 你知道嗎 跟別人這些國家不一樣的 每樣都奇形怪狀的那些東西走出來的 那些東西走出來的 人家沒有的東西他又有的 所以很多東西聽的 就是靈靈的聲音 就是很特別的 這個地方香港 因為它是特區嘛 其實你說一國啊 兩制那些人承認 他們沒有遇到問題而已 那些人一出國 我告訴你 一出國 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多麼重要的 你一出國 如果有什麼事 你去哪個領事館找呢 就是你一定是有一個 身份的認同的 所以你經常說 我不是這個國 那你拿著這個身份證 是什麼國呢 就是這個國的了 對不對 那除非你拿你BMO 拿你別的護照 所以香港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可以拿兩本護照 那樣 所以他們 又會覺得 自由一點 那樣 但是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是不可以拿兩本護照 的 是啊 沒錯 因為你是國家嘛 嗯 因為國家當然有自己的尊嚴 在那裡 那所以 我可以看到 有關這個議題 你可以做一個公開的討論 那當你公開討論 你就會知道 那個問題在哪裡 就是千萬不要 想著用暗道陳倉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暗道陳倉解決的時候 就是你自己一言堂 我覺得 你不夠膽去辯論 的原因 有人說要和諧 但是我就覺得 不是和不和諧的問題 而是 你有些問題是極需要解決的 如果不是 就很容易造成深層次矛盾 那對大家 都是一個傷害 來的 這些 我自己很堅持的 你說 女性 可不可以擔任一些領導人的角色 或者是呂強人的角色 在商界裡面 很多女性的呂強人 也做得非常優秀的 政界裡面 都有些人士 我的女性朋友 都是屬於中高層的 她自己都有的 我相信 新姐對於這一點 不是有什麼 不是有什麼 歧視女性的 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當然不會歧視 我自己都是女性 我都想女團先 問題就是 我看到 有些問題 都是因為感情先 就變成有些問題 有些事情 有時候他們控制得不好 其實 說真的 一個政治家 各個政治家 都是一個演員 是一個演員 來的 你看一下 朗劉烈根 阿洛書 華森力加 他們都是一個演員來的 他們做了政治的那些 看你演得怎麼樣的 你說給我聽 現在各個做政治家 走出來講話 他沒有act的嗎 都要act的 他都不是說要 我現在真心 屠心屠肺跟你講話 沒有的 他都是要做一些 一個勢在那裡的 就是我現在 我和記者講什麼 我都是要怎樣演的 看你演得好不好 現在就是你演 能不能拿到男女主角 哈哈哈哈 你演得差 有些人是 政治人物是演戲的 如果你演得好 你是做得好的 都是 這個絕對是 大家做一場戲 所以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個 專業的政治人物呢 在西方的選舉上 都是演戲的 譬如我比較欣賞 新加坡和我們 中國的領導人 他們真的有經過很長的行政訓練 還有的時候 你以為習近平不演嗎 你以為習近平不會笑嗎 可能他在後面笑到卡卡聲 他前面要蹲在這個 這樣的習主 我又很欣賞誰的 王毅 王毅是我的男神 哈哈哈哈 其實王毅呢 你看他的樣子 你說他英俊 他其實有點像日本人 不是很英俊 但是呢 我就不知為何 我看到他 每一個言行舉止 我們好像很迷上去 王毅這些 即是他這些 這些外交官 他不演嗎 他這些演得不知多漂亮 即是做男主角 這些 這個絕對是 絕對是 所以我們了解到 每一個人 其實有他自己的特色在這裏 那他那些不同的特色 其實我們尊重 每一個人 都是要做好自己的出去的 這個是必須的 這個是必然的 好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總之是開開心心 總之想一些事情 正面一點 正面一點的時候 你每一天覺得開心 明天會更好的 絕對同意 好 那今天多謝新正 那我們下一集 快裝人生再跟大家見面 好嗎 多謝你 節目最後請大家第二大會上去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 拜拜 拜拜